嘿,我是你们的小霸王Seven 哦对,Seven这个名字是我自己挑的 谁让我妈起名水平步行 这已经是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了 我生在美国德州 具体哪里我也不太清楚 但应该是离达拉斯不远 后来我靠自己在外打拼一年多 实在不想努力了 就顺势让人类抓到了我 进了shelter 你看我这么可爱 想也知道肯定受欢迎的了 我说什么来着 我妈不就在毛毛猫海中选中了我 当年我妈就跟猫不熟 竟然只知道喂猫粮 也不知道进贡几个罐罐 算了,看在她现在进贡及时的份上 我大猫大量 过去的事就不跟她计较 我爸更搞笑 竟然播影片来教我用猫抓办 还戴着烤箱手套示范 真逗,截止是成熟稳重好不好 算了,要不意思意思玩两下好 还好,我爹妈也算有惠根 在我的西新教导下 他们都渐渐成长成为合格的奴才了 根本就是让我爹坐享了我的劳动果实嘛 我每天好忙,忙着看家 还要忙着照顾我爹妈 家里来客人还得我亲自出吗 水电工,外送小哥 还有我爹妈那些朋友都得靠我搞定 还有我那爹妈,白天都不知道去哪儿 回来还得我问了才说 真是不让猫省心 晚上比猫睡得还晚 捏猫子真是连猫都赶不上了 哎,猫都困了 它们竟然还有脸嫌我碎碎腻 也不知道是谁让我这么操心 大门,大门,你是不是话多 大门,你话多多 你瞧不瞧 你胸不胸 你是不是不乖 本猫的爱好是吃罐罐 特长是睡觉觉 认真睡起来 每天能睡二十多个小时吧 而且我爸妈都称赞我 一觉到天亮 从来不会凌晨三点起来要吃的 不像我那个弟弟啊 哎,说到底 我弟要跟我学的还多着呢 什么?你问为什么吃罐罐不是我的特长? 你们都不懂体重管理了吗? 吃太多不就跟我弟一样 肚子油腻腻的? 不过我后来发现 人类的食物有时候好像也很不错的样子 不过我爹妈都不愿意分给我小气哦 我还喜欢在棉被里游泳 哇,那感觉就像在云朵上飞翔啊 偶尔我也会指导一下我爸打电动 我感觉他打的也就还可以吧 再来我心情好的时候 也会赏脸玩一下我妈给我买的奇怪玩具 成年猫的世界不容易啊 你们应该都懂吧 说到我这个弟弟 我爹妈竟然说是带回来陪我玩 怕我无聊的 我也是满脸问号 每天除去二十多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吃喝拉萨再扣半小时 我只剩下三个小时 他们还不想让我清静清静 而且我这个弟弟根本就是过动吧 不爽 看我不给他点颜色瞧瞧 我弟弟也是长得蛮快的 不到半年 体重就超过我了 这个死胖子 还以屁股坐在我脸上 到底是哪招 现在的屁孩都这么白目吗 猜问现在是被制服了 完全没有办法反抗 是吗 抗咱们的脸呢 对 还因为这个吃货 一直把自己越吃越胖 害得我要跟他一起 定时定量吃饭 少量多餐的好日子就没了啊 嗯 我也是个有脾气的猫 我讨厌出门 确切地说是讨厌出门看医生 有些医生就很凶 就说之前那个帮我打晶片的那个吧 是不能慢慢来哦 先聊一下再办事不行吗 而且我还晕车 急转两个完就快吐了 本猫就是这种高贵的 只能坐高体和飞机的体质呢 我也很讨厌在我身上穿戴任何东西 什么背带 衣服 项圈 帽子 通通不要好吗 不仅影响我自由的活动 还遮挡了我的盛世美颜呢 我也讨厌吹风机 这种很吵的鬼东西 实在很难让猫不讨厌吧 还有 罐罐里加水 鸡松肉里加花椰菜 都是犯罪犯罪 嗨 这么多年了 跟着我妈搬了半个地球 虽然从前住的地方很挤 都没有空间奔跑 虽然我妈之前工作很忙 都没空跟我玩 只好咬她的脚报复她 虽然他们还搞回来一个蠢弟弟 虽然我妈也偶尔去录外面的猫 更可气的是 还把味道带回家 但每次我妈跟我说 我是她最爱的小猫咪 我竟然就原谅她了 有时候我都觉得 自己真是很好的一只猫啊 没事 改天我偷偷把她手机里 其他猫的照片都删掉好了 磕磕 最后本霸王给你们表演一个才艺吧 觉得我表演的不错 就马上点赞 并且订阅我妈 就这样 下次啥时候再见 看我心情吧 让我握手 让我握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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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